不再高興之餘呢 我們現在看到是兩起的社會案件 發生在新竹 就是有一個新竹的少年 剛滿18歲的騎士 他在經過了南投仁愛鄉南風橋的時候 撞上了護欄 整個人第一時間摔落了 大概是15、16米的河床 送醫後想救不治 而當時所有的情況 都被後方的行車記錄器拍攝下來 18歲的騎士他自撞護欄之後呢 瞬間就跌到了河谷河床 救護人員第一時間 貨報到現場之後 用釣灌的方式 把他抬上了路面 但這時候騎士人已經沒了意志 經過送醫之後 搶救宣告不治 只是為何他會自撞到了護欄呢 目前這一點 警方還在深入調查當中 而講到了撞 這個的駕駛呢 只是比較好運一點了 這是發生在嘉義縣東石箱 早上9點的時候呢 有兩輛轎車發生了擦撞 結果車都失控 衝撞附近的民宅 民宅的鐵捲門被黑車 撞破了一個大洞 受傷的誠信駕駛躺在地上 動也不動 熱心民眾呢 看到情況不對勁 先把他口中的異物挖出之後 緊接著做CPR搶救 證明誠信駕駛才恢復意志 那麼另外一名白車的女駕駛 則是沒有明顯的外傷 而這兩名駕駛都沒有酒駕 為何會發生車禍撞在一起 目前也是要再做進一步的確認 今天是廉價的最後一天 其實從昨天晚間開始 不少的車潮已經先回來了 因為就怕會塞車 那麼今天最後一天呢 不得不回來了 從早上的9點開始 北返車潮就出現 高公局預估 今天的國道的交通量是 10500萬車公里 所以國五的宜蘭到頭城北上路段 早上的11點20分就出現了紫爆 速度歸速只有15公里 而九大地雷的路段最好也要避開 以免塞在車陣當中浪費時間 雙十連假最後一天 國道5號一早開始就已經塞到 看不見鏡頭 全是要北返進入雪山隧道的車輛 11點20分宜蘭頭城北上路段 出現紫爆 時速只有數公里 雪碎前回堵約2公里 那在國五部分 目前已經開始有一些車潮湧現的情況 預估會持續至晚上8點左右 才會得到疏解 高公局預估國道5號宜蘭到平林路段 要塞到晚間8點後 車潮才會疏解 行車時間比平日要多7倍 另外高公局公布國道地雷路段 國一北上南屯道後里 苗里到湖口 西羅道蒲岩系統 還有國三北上竹山道中興 草屯道雾峰 大山道香山 關西道大溪 車程也比平日多3到4倍 國六北上舊鎮網污封系統 車程也比平日多3倍 今天要北上的民眾 在中部地區可以利用12點前出發 國一國三如果遇到有車座 擁舍的情況 可以利用台六一來進行替代 那在中部地區可以改走台六三 下午進入尖峰時刻車籌大解放 國五頭城宜蘭羅東蘇歐 北向入口下午2點到晚上9點 實施高承載管制 國一埔業系統 虎偉國三西兵北上 週五十二點到晚上9點 實施雜島封閉 建議民眾改走其他替代道路 避免困在車陣當中 記者林一生 周天杰 陳嘉倫 台北採訪不到 演藝圈在今天雙十國慶 有人丟出了好消息 這是小天王周星哲 他在他的IG當中貼出了 女友趙戴欣兩人首次的合照 他宣布一件事情 就是他求婚成功了 大家都注意到了女主角的手上 戴了一個超級大的鑽戒 經紀人證實了 他是在歐洲行的時候 周星哲在陽台設計了一個 浪漫的求婚橋段 那麼趙戴欣當然也點頭同意了 接著 粉絲關心了 會不會在今年結婚呢 周星哲經紀人說 結婚今年是不會有動作的 目前還是以拼事業為主 藝人艾成墜樓過世55天 王瞳在國慶日的今天 參加教會的餐序也談到了王夫 他說為了陪艾成組樂團 他四年來是不拍戲 全心全意愛著艾成守護的 他之後也會繼續來推廣艾成的音樂 讓更多人聽到他的好聲音 我永遠記得在新兵進行曲的後台休息室 那天我心情不太好 然後我們一天要錄五集 他剛好就帶了吉他 可能有一集需要他彈吉他 他就帶了他的吉他 他就看著我一個人默默地坐在角落 好像若有所思 他也沒有來跟我聊天或是問我什麼 他就默默地拿著他的吉他 就坐在我的對角 他就唱起歌來 我其實在準備稿的時候 唱到這句我就一直哭 因為最近天氣剛好變冷了 床外陰天了 音樂低聲了 我的心開始想你了 我真的開始想他了 我就是被這首歌被他吸引 愛上他 我在這邊敢說 網友們聽好 我是用盡全心全力的艾成守護著他 我巴不得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蔡愛成唱歌有多麼好聽 但是那時候你們也不聽啊 沒有人願意聽澄澄的音樂啊 所以我內心對他有好多的心疼不捨 但竟然不知不覺 他愛的音樂也進入到我的生命裡了 也變成了我的夢想 因為只要愛成開心我就開心 我只要看著你可以發光 就算我只是站在你的身後 我也覺得我被照亮 不然其實戲劇的收入 遠比玩樂團穩定的多 音樂人說對不對 這也是當初為什麼樂團叫 北七樂團 真的就北七耶 這55天 心情有越來越振奮起來 就是沒有被打趴在原地 但思念沒有停止過 希望可以大家支持澄澄的好聲音 因為他來台灣20年 今年就是滿20年 就是真的很希望大家可以聽到他唱歌 高雄捷運公園站下午 有民眾在搭手扶梯的時候 重心不穩往後摔 結果變成了五個人 通通疊成了一團 地點是在R9中央公園站 一名67歲的男子 當時在搭手扶梯的時候 因為疫情期間 他不太敢去把手放在手扶梯上面 結果一個重心不穩往後摔 連帶的讓後方的妻子 一對年輕的夫妻還有小孩 五個人摔成了一團 幸好大家都沒大愛 台62線的快速道路 則是有砂石車出現了翻覆意外 駕駛一度受困在車內 右腿骨骨折緊急送衣 那麼當時他經過的地方是 東向13.8公里處 不明原因撞上了側邊的護欄之後 車翻覆 他緊急送衣之後 目前還在觀察 警局過報道之後 也到現場趕快去書館交通 由於現場兩個車道都受到了阻礙 所以警方要特別提醒民眾 如果您來到的是暖暖交流 到下方的平面道路 經過這個路段 要特別當時更注意 為何來看到沒有公德心的下場 可能是全部的人都要跟著遭殃 在新竹內灣吊橋 今天突然冒煙了 初步研判 可能是當時有遊客在橋上抽煙 結果亂丟煙地 煙地卡在吊橋的木板當中 導致木條燒毀 緊銷貨報之後 立刻布水線也同時趕緊地滅火 其實早在今年5月初的時候 內灣吊橋也曾經發生過火警 當時橋面被燒出了一個大洞 還無法對外開放 幸好這一次是小火 而且沒有造成任何的財務損失 國慶日國家忙著要慶生 但有人忙著要趁人不在的時候 來尬掐 地點是在西濱快速道路 他們直接速度緊繃 飆到最高 完全無視附近住戶的安寧跟安全 而且還疑似自己封閉道路 警方到現場之後 他們鳥獸散 橋底下大批民眾聚集 轟隆隆的引擎聲不吝啲耳 兩輛轎車停在馬路上 打開白色大燈 疑似要封鎖道路 掩護高速行駛的機車 能夠暢行無阻 標車族騎車機車 在鏡頭中不小而過 遠處還有兩輛機車排成一列 似乎要進行街頭尬下比賽 騎士大力猛吹油門 兩輛機車立刻啟動 直線加速或警方前紅標 聲明要一較高下 巨大引擎聲響車天空 劃破深夜的寧靜 這是新竹興風 西濱快速道路下 10號凌晨2點左右 一群飆車族大概有20幾人 竟然自行封閉道路 把大馬路當時塞到 不過附近住戶安寧 大肆告訴飆車 警方獲報立刻趕提現場 飆車族見到警察 隨即鳥獸散 凌晨疑似有涉及公共危險 罪嫌及交通違規部分 本所目前調閱監視錄影器 積極釐清偵辦中 另外一段監視器畫面 也可以看到 好幾樣機車 閃著五顏六色的車燈 趁著夜深人靜 高速駛過路口 態度十分囂張 警方呼籲新少年 機車夜遊 不要有妨害安寧 和危險駕駛的情形 若有違規違法 一定言成 記者和孟前文宇軒 心處參訪不到 海荒鮑魚乾貝XO醬 裡面有嚴選新鮮的 頂級海鮮 跟蜜質的獨家配方 還有富含膠原蛋白 還有黏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質鮮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豐富 現在購買還有優惠喔 輸入我的優惠代碼 GTI714 享有折扣喔